很荣幸能站在这个神圣的讲堂上 把学习红与文化豆的教育的感悟分享给大家 以此共勉 四个月的整合让我找到了做人的根本 捡回了丢失的天德 增长了辨别能力和智慧 懂得善恶如何选择 更让我学到了社会家庭学校都学不到的知识 从小极度忤逆父母 抱怨父母不能给我奢华的生活条件 与父母顶嘴离心离德 因为脾气倔强多惹父母生气伤心 曾经以绝世两天来发泄自己内心的愤怒 对父母称恨的抗拒 打死不会说软话 总把父母逼到无法忍受的地步 一次次触及父母的容忍底线 邪恶地运用了坚强 每次与父母出门都耍脾气 让他在大街上丢尽脸面 面对父母的教导 不知感恩反而嫌他们唠叨 认为与他们有代沟 不要与他们交流 丝毫不想父母的感受 由于我的忤逆与得土的丢失 让我在学习上变得非常困难 花比别人多的时间来学习 成绩却没有很大提高 最终免先考上一所专科院校 在学校忤逆老师 在课堂上公然与老师作对 被罚战 认为老师讲得不好 就故意去刁难 当老师被问得压口无言时 心里还暗自窃喜 不喜欢哪位老师就不愿意听他的课 导致偏科 不愿意同学交往 对人生怀疑心 自私自利 贪心 所以朋友很少 从小不善言谈 性格孤僻 对亲情没有太多眷恋 做事也很极端 面对男女同学之间的关系 从心底里很厌恶 每当看到这样的现象 心里就会很烦恼 因为没有学习道德教育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一直以一颗扭曲的心态来对待 就像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当作用力能量发出去 就一定会得到反作用力的回馈 因为我总在嘲笑 鄙视别人 为自己中间了这样的种子 加上自己缺乏 伤恶美丑的辨别能力 没理智地面对家庭的不和谐 受周围环境的包围与冲击 寻找一种心灵的慰藉 而让自己盲目闯入一段 充满谎言的恋爱 让自己损失了得途 身体发肤 受制父母 父母给了我生命 而我却用它来造恶 我大不孝 在这里 我真诚地向我的父母 以及我所伤害的人 说声对不起 这件事之后 我就像变了一个人 不再愿意与人交往 只是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头脑也像定格了一样 没有了思想 学习了国语文化道德教育后 才明白 人生没有偶然 有因必有果 一个连父母都不爱的人 怎么可能得到真正的朋友 一个连父母都不敬不孝的人 人生又怎么能顺利 对着忤逆父母 老师这两座大山 我又怎么能幸福快乐呢 老师教给我们 要先做好 段落人生 而我在大学期间 没有做好学生的职责 不以学习为主 总想着如何去赚钱 这样在大二暑期 报了一个校外培训班 就此 我更最苦的人生开始了 当时学的是网站设计 这家培训机构 与一家医院 有直接业务关系 我们培训期满 就进入这家医院去工作 这也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由于我的辨别能力不足 盲目的随从 结果被分到一个很差的部门 什么都没有学到 确认的是 我没有做出罪恶的事 但我却带着罪恶的根源 依靠朋友关系 介绍工作 辗转两份工作后 最终进入一家 私营的南科妇科医院 而我则为宣传人流 做了几个网站和广告设计 去诱惑和误导 那些本已罪恶的人 两年的工作期间 造了很多罪业 做了大量虚假广告 我们在网上会挂一些 资质很深的老专家 其实他们的照片 都是从网上找的 根本就不在医院 一些在院的医生 是没有资质的 遇到上头检查 我们就会把他们的信息 暂时撤下 检查过后再放上 也会从本院 找一些工作人员挂上 然后自己编辑 他们的资料与学历 来骗取外部的信任 并宣传无伤害人流 虚假图片 其实那完全是不可能的 在网上有点击与专家 对话的图片 其实那也根本不是 医生专家在与你交谈 只是一些懂得医学的 所谓咨询人员 总之用尽各种语言 想方设法 诱导患者来就诊 我们是依靠来诊量提成的 所以人数越多 我们就越高兴 每到情人节 七夕节等节日时 我们还会加大力度 做出专题宣传 打出特价来吸引人 为他们的遭恶又助了力 面对现在的社会风气 还专门开设学生人流栏目 以学生身份享受各种优惠 医院编辑了半夜看杂志 和种种的卡片 在人口密集的地方 及大学校园里发放 杂志里几乎都是淫晦的文章 让那些本纯洁的孩子 心灵受到了污染 变得扭曲 因为工作需求 还会在网上大量搜索 诱惑人的铜片 来吸引流浪者 污染了太多人的心灵 同时间总会开一些 污秽的玩笑来丰富生活 对于麻木的我 在这样的环境中 只是开心一笑 殊不知 当我们看过这些图片 听过这些污秽语言后 种子一巧人被种在脑子里 增加了我们的欲望心 记得当时 有一个七人妈妈团 为了孩子身心健康 严重反对医院 发放污秽杂志的行为 却无济于事 在去年夏季 焦点访谈播了一则新闻 内容是记者去暗访了几家医院 自己用绿茶去验南科病 结果被查出了尿道炎 前列腺炎 肾亏厉害等一系列的病症 治疗费用非常昂贵 这一报道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被贪婪欲望熏悉的我们 不但没有意识到 这是在提醒我们 要停下罪恶的脚步 还起了嗔恨心 压恶这些给我们找茬的人 认为这是在断我们的财路 仍不知反省自己的错 这些医生给人看病 都是看人身份做检查 以前给你开药 往往一个很便宜的药 转眼就翻几番 就诊者的口袋 必掏空是常有的事 由于我不变是非 还自以为好心的介绍同学 也加入我们罪恶的行列 错误的价值观 让我们为了钱 出卖自己的良知 没有了职业道德 更为越来越多青少年 未婚堕胎者提供了罪恶的平台 败坏了社会风气 伤害了他人的身体 因为自己的贪婪欲望 而断送了多少孩子的前程 毁了多少个家庭 间接地杀害了无数的生命 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上 获得自己的利益 我的心常常受到自责 是红语文化道德教育 唤醒了我的良知 还给了我一个人生 转恶向善的机会 让我用能力 为红语的正能量网站 做一份贡献 我在赎罪的同时 尽最大努力 做好有教育感染力的 各种网页宣传 帮助更多的人 找回自己本有的良知 止住罪恶的脚步 老师说 每件事都有着两面性 重要的是在于 善恶与对错的选择 没有正确的认知 很容易选择错 我就是老师所说 没有智慧的人 选择错的行业 伤害别人的同时 也积累了自己的罪恶 也对不起父母 老师的教育培养 没有技术能力的人可怕 但有技术没道德的人 更可怕 当学习了红语文化道德教育后 母亲毅然决然让我辞去了医院的工作 换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 因为平时与别人聊天时 总说自己是月光族 中了一个贫穷的因 结果换的工作就真的是工资低 工作量大 本以为这样就可以不造恶 但一段时间后发现 我所做的广告公司 有一部分是烟 酒 皮革 肉等腐蚀 老师讲 烟酒让人迷失心性 酒后无德 母亲再次让我辞职 面对生活的压力 面对一个扭曲的价值观 金钱观 我并没有及时做出段落的解锁 而退出 我又给众多人做了委员 网络是用来丰富我们知识 开拓我们视野的 而我却在利用高科技 用精神拉锡腐蚀着人心 由于种种道德的缺失 我的身体每况日下 身心每天深感疲惫 烦躁 看谁都不顺眼 浑身无力 没有精气神 头疼 记忆力极度下降 腰部好像断裂般疼痛 连翻身都很困难 这些我在混运文化道德教育中 找到了答案 是老师换回了悬崖边读武的我 我按照老师的教导 反观断了人生 及时地纠正自己的错误 以上症状有了明显好转 我坚信 红语文化道德教育 是我人生健康顺利的保证 以前脸上也长了很多痘 仅仅的这四个月左右的时间 脸上就好了特别多 真的特别神奇 由于脸上长痘 母亲就领着我到处寻医问药 却无据于事 在治疗中遭受了极大痛苦 当时医生用针 把脸上的痘全部扎破 挤压 那种痛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回来后还要一把一把 吃很多种中西药抹药 药物刺激眼睛无法睁开 影响正常生活 稍有好转一停药 最后卷土重来 一些在别人身上 可以治愈的产品 到我身上不奏效 所以就放弃了再次治疗的希望 老师说 像有新生 我每天生活在郁闷 称恨烦恼 种种习气的熏陶中 产生的都是毒气 加上我选择的工作 是为他人助长恶 引用他人造恶 让人家的祖宗蒙羞 无颜面 我怎么可能拥有一个 美丽的面容 这是自然法则 对我无声的惩罚 同时也明白 不是好到来的钱 必然不会好花 白拿钱还遭罪 老师教给了我 为自己美容的方法 当你快乐 心变美 你的像就自然庄严 也让我学会了怎样重新做人 塑造自己的完美品格形象 红语文化道的教育 让我明白 现在扯出的环境 都是自己的造作 无论是顺还是利 那虽然平衡法则 种瓜得瓜 种斗得斗 任何人都不可能栽下荆棘 而得到坦途 俗话说 上天不会像大仙 给到一个得不配位的人 反观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 只有得心圆满 我们才能更好地行走人生 大家要以我为界 牢牢记住老师的教诲 要正用网络 不要去接触那些误会的东西 面对选择一定要慎重 我也希望国家能够清理一下网络垃圾 为新少年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不要让新少年做罪恶诱惑的牺牲品 面对自己过去所做的错事 常常沉浸在无尽的自责 悔恨当中 不能释怀 罪恶愚痴的蒙羞 阴影时常笼罩着我 压得我身心俱疲 无法呼吸 却又找不到调解的方法 对未来失去信心 找不到方向 是红语文化道德教育 和老师的声声呼唤 让我明白了 任何人都可以放弃自己 唯独自己 不能放弃自己 也明白了 用错误的之间 形成错误的人生 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 生命的可贵在于人生的觉悟 明理 改过自新 在红语德教摇篮中 我健康快乐成长着 曾经以为自己是不善言谈 其实我是在躲避自己 不敢面对自己 不敢去承认自己的错误 常言说 女儿是妈妈的小年号 而我做了什么 小羊尚是贵乳 乌鸦还是反哺 而我是对父母无声的对抗 像在用一把无心的刀 残忍地刺伤父母的心 在撒上盐 每次做错事与父母生气 都还要父母一次次 向我委屈修权低头和解 我都不肯去低下这个无腻的头 傲慢的头 向父母说声对不起 为了缺德的面子 虚伪的要强 一次次将自己的快乐 践踏在父母的尊严之上 我不笑 让父母一次次对我伤心失望 我不笑 让父母一次次受到精神上的折磨 我不笑 让父母身心受到重创 我不笑 伤起那颗无比爱我的心 我不笑 让父母对女儿的希望一次次破灭 我不笑 对于给我生命的父母 我竟然没有意思感恩这心 是老师的教导 让我生起了无比惭愧 悔恨的心 找回了做女儿的良知和职责 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笑 让我找回了丢失已久的自尊 让我这个25年冰冷的心 终于被融化 终于低下了罪恶的头 对父母说出难以开口的对不起 在这里 我真诚地对我的父母说声 爸 妈 对不起 女儿错了 请原谅 给你们进攻 谢谢 此刻压在心头 多年沉重的石头 放下了 我如释重负 老师 我感恩你 我会守住这份天德 做个好女儿 学红语人无私奉献的大爱精神 在奉献中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要用实际行动 用心去维护正能量网站 做正事 行正道 来弥补我所做的措施 以此来回报父母的恩德 回报红语对我的教育 回报所有关心我的人 感恩老师 双声地教诲 让我真诚认识着自己 走出了自我 感恩老师 给了我行走人生的智慧 感恩红语文化 给了我重新站起来 面对自己的勇气 感恩红语公司的信任 让我有机会 在此学习 服务他人 感恩培训班全体老师 教官 辅导员 对我无微不至的辅导和教育 感恩同学们 对我的关心 包容与理解 感恩在红语默默付出的爱心人士 感恩父母的证券选择 把我送到了红语 接受人生的洗礼教育 很惭愧 感恩不够深刻 但我会不懈地努力 发挥自己的能力 为红语文化道的教育 大善天下 做更大的贡献 今天 我在这里自信地告诉大家 是赵老师 是红语文化道的教育 给了我一个崭新的人生 得到红语文化道的教育 是我最大的幸运和富有 愿大家珍惜 生命中最有意义的 四个月的铸就 把老师的教诲 带回家 把红语文化道的教育理念 带回家 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愿这伟大的教育 早日进入学校 唤醒更多孩子的良知 也愿更多的年轻人 都能得到这部人生宝典 愿天下所有父母 都能得到 红语文化道的教育的滋润 幸福 快乐 长寿 谢谢大家 both在我们做避免是一段死钱的 dét时 最大的